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九点在YouTube跟Bilibili会有影音档 然后Spotify跟Podcast会有广播 只要搜寻CLEC都会有老师的课程 欢迎大家按赞留言并且分享 那Clubhouse的交流课程也会在星期二的每星早上五点 然后也要在晚上九点上架 那请大家多多留言让我们知道你想知道哪些财商 你的问题对我们很重要 透过研讨我们都能够学习更多知识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请老师开始今天的课程 好 那个谢谢Cat 那我想等一下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 那我在开始的时候 我需要 今年刚开始 我可能有一些事情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大家仔细听 过去一年 过去一年SPY跟QQQ 过去一年SPY跟QQQ 的回报率 我应该是one year one year 这个year today year today的话 应该是去年 2020年 2021年的时候 QQQQ是上涨27%左右 SPY是上涨26.8了 两个指数 结果绩效差不多 如果你比较两年的话 那QQQ的回报率是73.9 到从今天往前算两年 73.9 SPY回报率是43 43 5年的话 QQQQ的回报率是211 那SPY的回报率是105 所以5年的话你投资SPY的人你的资产是比那个投资QQQ的人少一半 所以第一个我还是要建议大家 投资QQQ 台湾的投资者投资00757 00662 那00662就是QQQ了 00757就是全十大最好的高科技股 成交量最大 好 再来一件事情 我年底就稍微看了一下 我发现GBTC 他的绩效过去去年一整年的绩效 没有追上这个实体的Bitcoin 一个指数 ETF 当然他是信托啦 他不是ETF 那 其实 看起来是没有 没有跟上 比特币本身 那去年一整年的话 比特币是涨了61% 这个GBTC去年一整年才涨7% 那最近又跌下来我想 跌的还蛮多的 所以这个GBTC 你有GBTC的朋友 我建议大家就 我建议大家就 换成 换成 QQQ 或者是不要再投GBTC了 这是我今天第一个建议 美国的投资者可以投资QQQ 或者是QQQM 为什么我会介绍QQQM 因为QQQQM跟QQQ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啦 所以 只是一个大包装 一个小包装嘛 你买QQQ要将近400块一股 那你买QQQM只要150块 160块就可以买一股了 对于大资金的人 你买QQQ 没有关系啦 可是对于小资金 一个月可能才有500块美金的人 他可能买了一股的QQQ 会剩下一百多块 那你如果买QQQM的话 剩下的钱就会比较少 你可以买三股 那就 对于很多年轻人 他一个月真的只能省500块美金 或台湾的 台湾我倒不建议买QQQ或付委托啦 我不要 对于美国人 或者是你有1万块 那你买QQQ 会剩下的可能300多块 可是你买QQQM的话 你可能就会剩下10几块 50块或100块钱 剩下的现金会少一点 那代表你的大部分的资金 投入的投资的资金就比较多一点 再来就是台湾的投资朋友 或者美国投资朋友 我在美国以前 我有之前有想说你有零钱 你就买FDGRX 或者是FKDNX 那个富兰克林的 或PRGTX 就是这个PRIX 那个PURO PRICE 的 PURO PRICE 这都是主动基金 就好像GBTC 这个都追踪的不好 所以我现在就不要再推荐主动基金了 还有你投资ARKK的 我是现在我是建议大家就离开吧 不要再投 因为他们除了绩效不好 有的还追踪的不好 所以主动基金就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ARKK跟这些主动基金 我是建议大家离开 再转到QQQQQQQM GBTC也是一样 有几个指数基金 像USNQX跟IVNQX跟FNCMX 这是追踪QQQQQ的 那有些我进去看 他需要5万块或什么 25万才能投资的 我想在美国 除了你是在401K 不得已一定要买被动 主动基金之外 其他的大家要尽量都是买 能够买被动基金 就不要去碰主动基金的了 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建议 所以台湾投资者 你们就不要去再买主动基金了 什么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 这四大基金 我想你们应该就赎回 直接去买00757、00662 之前台湾我们会建议买主动基金 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发行这么好的ETF 被动型ETF 现在这两只ETF非常好 所以大家就买这两个被动型基金就好 对过去那四大基金 有的人就是会定期定额 那那个时候很多证券商 对于00757、00662的定期定额很少 现在比较多了 所以大家去看看就是统一证券 华南永昌 玉山金 证券 赵丰镇 富邦镇 跟国泰市华 好像都有 你去问一下你们证券商 你要定期定额00757、00662 你要求他 如果他们还没办法提供这样的服务的话 那你就离开 那就定期定额的部分就到统一证 华南永昌 玉山镇 兆丰镇 兆丰镇 或富邦镇 国泰市华 好不好 那我想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了 那就先这样子 那看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提出来 已经一段时间没有 大家聊聊投资了 那也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有问题 就先提出来 好不好 那个Cat也交给你 来 好哦 那我先讲一下我们房间的规则 那我们房间的规则就是说 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举手 那我们就会拉你上来发问 原则上就一个人一个问题 回答完 我们就会把你移到观众心 那这样子是为了方便我们管理 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就欢迎你再次举手 我们会再把你拉上来 那欢迎大家踊跃发问 问题越多 我们也学得越多 那我们最晚拉的时间 应该是在美西时间的七点半 然后雅中时间十一点半 那第一次进来 我们这个房间的朋友 可以follow老师的bio 这样子老师开课 你们就会知道 那我们就是可以一起共好丰富 那我看到下面有一个朋友 我把它拉上来看看 立长立长你可以发问 那老师早大家早 请问一下老师那SQ要不要换成QQ呢? 个股的话 你已经买了 你就hold住吧 你不要因为市场下跌而换股了 这个是我们个股还是没有动 可是我现在也不会再建议个股 个股我也不会去分析 所以你当初如果一开始只是买5%的话 你应该是对你的影响不大 那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然很多人后面买SQ跟PayPal的人 是有点亏损的 那对于我们之前买的人就没有亏损 可是大家想一下 你的投资不是只有 应该不会只投资SQ 当初我们建议的有很多 那你应该整个overall 你要从overall的资产来看是增长的 就可以了 虽然个股的成长率去年获利是 平均起来我算一下是0 就是特斯拉涨 苹果涨很多 那SQ PayPal跌很多 Zoom跌很多 那Amazon不涨不跌 End up起来我算过好像是回报率 总回报率 个股总回报率是0 0 那这占如果是占你30%的话 那你QQQ是涨27% 那27%除以 就乘以0.7的话 14 7 49 就有将近18.5%左右 所以去年如果照我们的投资建议QQQQ7成 那个股三成的话 你的回报率应该是在18-20中间 也OK 所以你要想到的就是总体回报率 所以你如果问我 SQQ要怎么做我是都没有动 我是 所以我会动的就是会是GBTC 那因为我个人有GBTC 那其他的 被动型基金我有一点点 主动型基金像富兰克林这些我都会离开 那像我母亲的账号 他就只有银行的基金账号 我若输回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办法去帮他处理这个 所以我还是会留在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 当然没办法追踪上QQQ的绩效 不过我是希望去年一年是一个暂时性的 不过以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来看 过去80年其实一直都还不错了 那我母亲的账号没办法离开 是有他的个人原因 所以你们能够离开的就离开主动型基金 所以Lisa我给你的回答是 我其他的个股都没动都不会动 那你我给你的建议也是不要动 那个比例如果不是占的很高的话 因为如果你本来5%现在跌一半了 也剩下你占你的资产2.5% 不需要动了 不需要动 我是这么认为 Lisa我这样回答你 有没有什么想法 好好谢谢老师 好谢谢你 好谢谢Lisa 那等一下我会帮你一下去观众期 那麦克你可以开麦发问 老师早 谢谢Kerry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对于我过去说都是GPTC 我也有买5%不多了 那我太太是KKK是买了30% 然后QQQ我想礼拜一我会把全部市场加卖掉 那我想留下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好了 其实我还好 因为我有加仓很多特斯拉 所以我去年好像还做到39点多 那我太太那边大概不到20 差不多 因为他他ARKK太重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其实我本来这个问题是 在老师还没讲GBTC之前 我就想问的就是 那个哈萨克发生政变 有人说是因为那个比特币 因为中国大陆禁止了 就要跑去那边 就是他们增加店价 所以我本来想说问说 这个GBTC有没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 现在金老师叫我卖掉 那我给大家会卖 那我想请问一下说 那我们有 有没有可以取代要买比特币 还是老实际上 对比特币有另外一种 投资的想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ARKK卖掉 我可不可以重仓在 不是重仓了 就是一半一半 一半买QQ 一半买特斯拉 会不会有风险太大 这是我太太的部分 不是我的 OK谢谢 我就可以 就这两个问题 谢谢 因为我们在 现在没有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 比特币的ETF 现在有的比特币的ETF 都是Future的 就是Future的ETF 那这个好像原油的ETF 这个我是不太喜欢 我也没有真正研究 那就好像台湾之前的原油指数 结果击穿了 还是中国 结果击穿了 击穿了不只 不只归零还得赔银行钱 这个就 当然后来 中国那件事情是怎么settle down的 我是不太理解 不过就是说 比特币如果大跌 那你这个 这个追踪 用这个期货追踪的ETF 会不会被击穿 但这个我是又不了解 所以我就不会去投资 现在的所有比特币的ETF 那现在好像只有一支吧 那那是Future的ETF 所以我现在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建议 怎么去投资比特币的 那我回来讲说比特币是会有它的未来性 可是它的回报率跟QQQ比起来 是不是胜过QQQ 这个也没人敢打包票了 所以一个 所以我想能够投资 就投资吧 不能投资的我们就放弃吧 也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 所以能够赚钱的标的很多了 所以你现在如果有直接 持有比特币在Coinbase 或其他的 那你就留着吧 这个比特币 当然我们是 你投资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信仰 那你投资比特币的信仰是什么 那这个是很重要 那虽然我对比特币还是有信仰 可是我没有投资的标的可以做 所以我也就没办法做 这是第一个问题给你回答 第二个就是 你GBT的ARKK卖掉之后 你要怎么布局 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只要你的70%的QQ都不动 就像我们之前你30%都跌到0了 那QQQ一年涨28% 明年再涨个20% 你就不会亏损了 所以为什么QQQ要占7成以上 你如果要投资一个股票 在你不会担心的金额以内都可以 那我个股我都是说 你会假设它会归零的 那不管再好的股票 像SQ PayPal 我们看再好的股票 它在短期 我不是说现在不好 所以我也没卖掉 再好的股票腰斩是很正常 那个现在才腰斩 所以很正常的 所以你投资个股的人 一定要经得起这个腰斩或跌掉7成 能够抱得住才能打死不慢 你去看Apple Amazon Tesla 腰斩7成的 很多次了 不是有一次 SQ也腰斩过 从90跌到30几 跌到7成 所以你如果没过 没有熬过 那这个投资等于 白忙了 经过惊吓 而且经过折磨 还没回报 那我也不是说你经过折磨 就会有回报 可是你不经过折磨 是没有回报的 你没办法得到百倍千倍 就是这样 那投资个股就是 这么辛苦 那当然你期望多的回报 你又都是要辛苦一点 那这个也是投资者 必须要有的心态跟素质 假设你会想到 我现在要卖吗 那你就是睡不好 吃不好 这样不好 我们投资个股 买了那个比例 就是你会没感觉的 那个比例 你才能买 你要想想看这个比例 你投资15%进去Tesla Tesla 如果腰斩了 你问你或你太太说 会有感觉吗 他如果说 It's okay 没感觉 那可以 那就可以 所以你要问问自己 有感觉吗 这样最重要 我们投资要没感觉 才可以 谢谢 迈克我这样回答 不知道怎么样 很好 因为我太太从来都不看 都是我在看 所以他的账目是22% 因为去年 他几乎是0 他30% QQQ他大概 因为他入点还不错 所以他大概有29多了 所以应该还好 谢谢 谢谢老师 那就太太不用折磨 折磨你就好了 谢谢你 谢谢老师 谢谢麦克 谢谢老师 老师呢 没有人举手 所以我就是帮大家提问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其实对很多投资人来想 就震荡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投资遇到这些起伏 跟修正啊波动的时候 你会去怎么样去控管你自己的心理状态 让自己维持在正面思考 这个问题很好 我我也会 当然现在都没有感觉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会跟大家一样会紧张 那我看到市面上 只要一点 那空头要来了 的言论就又又又又 甚烧成上 那我的方法 你要知道 喊空头来的人 大部分都失败了 过去十年都这样子 就算是喊空头 在08年喊空头来了 他就像卖掉了 他07年 09年 2010年 可能也没卖回 所以回到他的卖点 以上他才会买回 所以喊空头来的人 其实一直都在空头了 他一跌就空头 一跌就空头 这个是大家不要去相信这个事情 因为过去四十年也才两次的泡沫 跌掉七成的 八成的 所以不要太相信这个 那是很罕见的例子 像去年这个 八九月的时候 八九月的时候 也有人喊空头 那跌跌跌跌跌到九月底 就反弹又创新高了 去年的这个二月 的时候也是喊空头 跌跌跌跌到 7号跌到28号 就结束了又创新高了 你去看最恐怖的2020年的2月9号 跌跌跌跌跌跌跌到这个 3月15号 也停止下跌了 那pandemic 熔断熔断再熔断 也上涨了 所以大家如果 觉得这震荡很剧烈 你去回头看过去几年 3年5年10年 你去看那个震荡比这个剧烈的多的是 去年一整年 比现在震荡的有几次 我跟你讲 8月一次 4月一次 2月一次 10月 10月 好这个 就这光去年就一次 两次三次 就三次 那2020年的话 10月一次 8月一次 2月一次 所以你一年发生三次 就很正常 所以年初一次 年终一次 年尾一次 正常 所以造三餐来了 市场震荡造三餐来 所以你会发现市场很多 空头言论 他也是造三餐来了 天天给你轰炸 不要相信他们 如果过去他们 不准确 那现在应该也不是很准 你如果要相信一个人 你先统计他十次的预言 十次预言都对 他如果有对一半已经是很厉害了 那如果对一半你自己就不要相信了 那个就是浪费你的时间 所以第一个 我会去看过去 我会去用过去历史来告诉自己 就是说所有的下跌 都会创新高 所有的下跌都是假的 只有创新高是真的 这是人类历史投资的历史 第二件事情你问问巴菲特 你心里冥想说巴菲特现在空头来了 巴菲特说关我什么事 巴菲特现在要tapper了 央行要升息了 要紧急升息 大家都好紧张 这个好像每个人都是经济学家了 已经要升息了 景气循环已经找到高点了 市场要崩盘了 请问巴菲特你会怎么做 他说关我屁事啊没事 那你就知道人家骨神是怎么做的 那你要成为骨神 或者是你要成为富有的人 你就要跟他有相同的思考才行 你不要去跟一些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钱 动一张嘴的 那就不要太相信了 尤其那些股市分析师 这些我想这不足 不需要浪费时间 你只要去听巴菲特怎么说 就好了 那有的人都说 Elon Musk说三月前要崩盘了 Elon Musk讲话 听听就好了嘛 看他做什么比较重要 那有的人说 他去年卖掉很多特斯拉 特斯拉要崩盘了 或是特斯拉不行了 或是市场泡沫来了 他卖股票是因为他齐全到了 AMT的税要缴了 所以他要缴税 还有所有的这些人 他也有差的 他可能卖完股票 他要去缴税 他要去支持他的SPEX 谁知道啊 所以他卖股票没有说看坏特斯拉 再讲就是说 就算是经济不好了 升息了 你那10支QQ前十大股票 会受到升息的影响吗 我常常是说 你想想看 你去问那个鼎泰峰的老板 或那个这个永康街牛肉面 你问他说市场要升息的 你们生意会变不好了 他会说你你你你站边一点我很忙 对他不会理你的 所以 升息iPhone还是会卖很好的 升息Amazon的订单还是会很多的 升息特斯拉的车子 会越来越多的 所以这个那专注你的本业 就是你的公司你的QQQ 里面的公司 其实不受影响的 业绩会越来越好 那他的股价就会越长越高 这就是人类的成长 你宁愿相信人类的整体的成长 而不要去相信一些分析师跟一些只动一张嘴的 你去统计他说对跟说错的比例 你统计一年之后两年之后 你再来去来跟我说 或者是说他90%都对 那这个可能还可以比较相信了 ok好来 好 那个下面有一个人 我没有办法拉上来 然后我现在看到是没有人的状态 可是有一个量是不是 L E O M 但是我已经 我在 我在 现在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你请说 我也是想问一下 就是最近我刚刚refinance 就是一笔开始在手上 就是看到现在的QQ这个行情的话 是不是觉得现在这个点是不是该投进去 我想问一下老师怎么想 会不会接着再往下跌 现在我看到的就是379 那379比408便宜 你要赶快买 行 那我已经买了一些 但是还没有买太多 就是可能想 害怕这个万一再跌得厉害的话 再留点看去接着往里进 那如果突然下个礼拜 就一直涨上去呢 感觉今天加息的话 是不是每次加息的时候 还会稍微跌一下 那你要去看看过去历史 那你要去看看过去历史 越加息市场涨越快 那行 那我先看往里通过 我了解你的感觉 可是这种感觉是没有用的 不值一分钱 我们的感觉对市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市场不会理会你的 它该涨就涨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 它震荡王就会往上涨 就是这样子 所以所有的下跌 你的亏损 如果有亏损的话 那是短期的 一两个月就过去了 所以不要理会 你长期是十年二十年 一百年要赚十倍一百倍 所以不要去担心这个下跌 下跌是好事了 你就买就对了 好 谢谢 这个投资除了要买对之外 还要有一点点勇气 所以没有勇气不行的 你回去看看过去任何的高点 都现在都是低点 所以任何的低点 那是更低点 那有379让你买很好 比408好 对不对 你已经买到便宜了 所以很不错 已经跌了7% 7% 你比其他人便宜7% 上面的人便宜7% 已经不错了 已经不错 可以买 其他moderator 有没有什么要说话 也可以说一下 或者有问题 我分享一下 像你刚刚讲的 GPTG 目前没有正常的ETF 有的都是那种期货包装的ETF 然后 我也觉得不太适合买 这个期货包装的ETF 因为之前台湾也有去follow原油的ETF 然后 之前油不是油价一直跌吗 然后跌到最后我们的那个就是它跌破了一个禁止 然后那个股票就强制就是得要下市清算 可是最后油价算是已经反弹回来 然后如果它它那个原生型的其实还有偷数就是 就是 投资人还没有受众伤 只是去买那个两倍的 期货的就是 就是几乎就是被清算掉了 然后 就是只要说是那个 期货里面是含 ETF里面是含期货成分的其实对 投资人来讲对我们这样子长期投资的投资人来讲 就是还蛮受伤的 就是建议也不要大家就尽量不要去做 就是内含期货太多 因为它一转仓就会有成分 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两倍三倍的TQQQ 这个如果它是期货 如果市场跌很多 它就是会被清盘 所以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要注意 好 对不起 刚才那个LEN是你 我现在才看到你 是这样对吗 好LEN上来了 那个有一个 Selly Selly 我们拉你不上来 Selly 你要不要试着先退出这个APP 然后再重新登入 然后再举手 我们再拉那里 好不好 老师 那你可不可以再谈一下 就是说 也许有一些 没有听过我们的人 就是没有听过我们这样投资的理念的朋友 针对我们这样子投资的方法 他需要最基础应该要知道些什么 要养成哪些习惯才可以有好的起手势 其实投资的素质要养成还是经济时间了 那我们在这边陪伴大家就是在你怀疑或者是受到市场干扰的时候 你精神数值还不够的时候 你还是要回来听听我们的YouTube的影片或者是上网课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投资课程都是公开了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我们今天下午每期时间六点半晚上六点半我们公开课程第一堂课 投资人生是我上的课 那大家可以进来看 你follow我的bio 我们的Room的ID跟密码都不会变 整年今年都不会变 轻松了投资跟整个投资课都不会变 那每个月的第二周跟第四周都是我们Room的课程 所以大家记住时间第二周跟第四周 再来就是那个Room都是同样的ID跟密码好不好 好那个Land你可以开麦花文来 你还在吗 我那个说话还可以吗 可以请说 我想要请教James老师就说 呃因为我们的这个追踪看那个NASDAQ的指数啊 他的那个涨跌幅 其实这个我之前问过James老师啊 还是有一点 呃就是 不是很明白 可能这个会跟比较差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NASDAQ的那个涨跌幅 跟Q22涨跌幅 跟这个006220075G的涨跌幅 都存在一点的 不是不是一点是很大的 物差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他 他是 呃 一个大长大跌的时候呢 就是他其实没有反应的那么快 然后呢 00757跟00622没有反应的那么快 那这时候我就会想说 哎 是不是 我 我其实不应该要投资在0062200757 而是直接投资在Q22 因为Q22它其实跟 NASDAQ的大盘是比较接近的 那 所以 呃我的想法就是说 到底什么是跟大盘是比较接近的 哦 什么什么是跟大盘比较接近的 那 我们要追求的是跟大盘比较接近的吗 还是说 我们要相对追求安全的 我是在一个台湾的投资者 我现在当然是买很多的 062200757 那 呃 我现在就想说 会不会 也许我 呃 透过父委托的方式去买Q2200757 他其实是跟 那 更接近 那会更实践老师给我们的教导 以上 谢谢 好 谢谢 那个 我回答一下哈 第一个 QQQ是纳斯达克的100家公司 他不是纳斯达克指数 这个第一个要分清楚 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包括的是几千只几万只的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 就是全部叫做纳斯达克total market 那他的指数当然跟前面100大会长的不一样啊 我跟大家讲就是五年的绩效 纳斯达克指数涨170% 就好像这个那QQQ就是只是纳斯达克前100大的话他五年涨226% 所以这个大型股跑赢小盘股 这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 大型股跑赢小盘股 这一直都是如此的哈 所以记得QQQ不是纳斯达克指数 QQ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前100家公司 这是第一件 所以他两个长得不一样是很正常 00662 00662 其实你说他追踪的不好 其实他之前我相信追踪不好 所以我他当开始上市的时候 我有建议大家过 后来发现他追踪不好 我就先停掉了 后来最近追踪又很好了 所以我会重新建议 00662过去一年跟QQQ是一模一样的啦 我没有看出两个有different 所以你如果投资 你看你最近的绩效跟QQQ是不是一样 00662其实跟QQ绩效一模一样 而且我在我这个图 year today 不是就是过去一年的话 00662的绩效是22% QQQ是20% 所以00622的绩效没有差过00 没有差过QQQ哦 当然最近因为美元涨台币跌 所以0062表现就稍微好一点 这是会差的问题 这种误差是在汇率范围之内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说 这一点点1%以内的误差 其实都可以啦 没有没有关系的 而且00662一开始追踪会有误差 是因为他市值少 那市值少他为了维持成交量 再来就是为了他要花比较多的比例去做hedge 因为台湾开盘的时候美国市场没开盘 那你们一直买一直买的话 他到时候你们买很多 那他拿到你们钱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去买 买买这个QQQ 会有时差 会有风险 所以他要用一点点的部分 先到新加坡去买期货 先买一个call 所以说可以买一个call 先做hedge 比如说有人下2亿的单 那他这2亿他总要拿一点点钱去买相对2亿的call 等到第二天开盘之后至少他可以用他卖你的价钱去市场买到相同的东西 而不会市场一跳空他 他他他他就他就不好 所以他会有一点点期货去做 那当他的市值是只有10亿的时候 他用1亿的话那就用10%去做hedge 那这个就蛮辛苦的 可是当当他的市值涨到40亿50亿的时候 他的1亿就就慢慢就变 他hedge的部分就就慢慢少了 那他追踪的的的准确度就越来越高了 效率就越来越好 所以不要去不要台湾还是不要去 用负委托买QQQ的 你的最终你的最终其实看起来0062没什么误差 那你如果是00757跟00QQ根本不同东西 他根本就是另外另一类的东西了 所以你去跟他跟QQQ比是没有 没有意义的了 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00757绩效比 00757的绩效比那个QQQ好 或比QQQ差 这不是我们该关心的 就本来两个都是不同的东西 那00757这个被动基金过去两年 他绩效是100%那QQQ是73% 那你要complain说他为什么长得跟QQQ不一样 那他们两个本就不同东西 而且绩效要比QQQ好 why not 所以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所以00757当然今年表现不好 可是过去两年他超过QQQ呢 而且超过30%的获利 等于超过50%的获利 一个是70一个是100 所以我发现没有什么最终误差 0062一年来也没什么最终误差 那一年来的话00757绩效是比较不好 可是这两个跟00757跟QQQ本来就不同的东西 一个是10支股票 一个是100支股票 当然是差蛮多的 那震荡当然00757会震荡比较大 那QQQ震荡就比较小 那当然你会希望就是这10支精英 应该会跑100支精英 那你会不相信的话 你说我只求跟指数一样 那你就不要买00757 你就买00662就可以了 那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你了解了吗? 那你这样子OK吗? 那我们先请Edward开麦发问好了 老师好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个小问题 我是台湾的投资者 那00757跟00662 就是老师 我师老师常推荐的这两支 那最近好像比较少讲到00886 那00886是不是还值得投资? 这个小问题 请教老师 谢谢 OK 这三支都是被动基金 那你要了解 我有讲过 你要理解这三支被动基金的特质 00757它是10大 10支大的科技公司 那00662是100支 那00886是1000支 那你会知道说 当然1000支会比较稳定 那100支就震荡会大一点 那10支的757就震荡会更大 那精挑细选的10支 我们希望它的绩效是胜过100支的 那这100支的精英应该胜过1000支 这是返回来的 所以你如果照过去的绩效 那斯达克指数是输QQQ的话 那00886的绩效要跑赢00662 应该不容易 那稳定度当然00886相对会稍微稳定一点 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把00886较进来的 00886也是最近才出来的 可能没办法比到五年 那 00886 所以00886它是持有的股 持有的指数是1000加嘛 所以它的稳定度是比较好一点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 所以其实它的绩效是 涨的时候还跟QQQ差不多 跌的时候会跌的比QQ多 所以 绩效来看 就是没有 QQQ来的好了 这个是 它的时间蛮短的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说现在的绩效就是未来的绩效 那我只能跟你讲就是说 00886理论上它1000支的震荡 是会比较小一点 可是实际上看起来也没有 那还有就是00886的这个 没办法直押 所以在台湾0075 因为00886是上柜 没办法直押 所以 为什么我就没有再提886 不是说它不好 是说它没办法直押 所以我还是就推00757 00662 那大家可以自己选 那00886也是可以 可是你要知道它就是1000支的个股 就是对我对你回答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觉得OK吗 还是你还是有问题呢 OK OK 谢谢老师 好这里还有一个 我就说你在台湾直押的话 你元大国泰应该都可以了 只要有人愿意直押给你就可以了 利率应该在2%左右了 超过的2.5都应该太高了 因为你股票直押是很安全 对券商来讲很安全 他随时都要卖掉就可以 比方地产都安全 所以他利率应该要低 应该要低不应该高 那你如果我台湾 我还是不建议你到海外什么 TD American Trade 什么那个 我讲的不是只有说追踪误差的问题 讲的是你的账户安全问题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跑到美国来 证券商开这个海外账户操作QQQ 不需要因为你有账户安全 还有就是你遗产税的问题 再来就是你有意外 你说我还年轻 不知道你意外的你家里也没办法 把你二三十万美金从美国捞回来 那些缴40%的税 再去找律师 你是不值得的 再来就是你还有资金大的人 还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 最低税负制 那也够你忙的 每年就要搞这个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有那么好的东西 零零七五七零零六六 又可以在台湾质押 你买QQQ 你还没办法质押 所以不要这样做 你以后资金越大的时候 你不卖股票 你还有钱花 想花就花 不是很好吗 所以最后我们的股票 都要去质押的 我常常跟大家讲 有钱人做的事情就是 借钱投资 打死不还 这个才是有钱人的思维 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 我们是要往有钱人的思维 迈进的 OK好 谢谢来往前 好 老师我顺便提一下 就是上个礼拜 我有个朋友 就传了一个like 我还一直说 他说BTT 有一个在讨论的 就是他到美国 巨人商去开户 然后他就很久没有去 动他的账户 然后好像是超过一定的时间 就变成禁止户 然后那个州政府 就把他的账户 禁止了 然后他想要在登入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办法登入 然后那个账户 就全部被没收 然后那个他 对方要求他提供很多资料 然后他才可以帮他把 他的那个账号再打开 他就觉得很麻烦 所以就是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老师讲的事情是真的有在发生 然后人在哪里 钱就在哪里 在台湾的人就是在 台湾就是券商开户交易就好 因为现在台湾的那个ETF 也越来越多很方便 就不用像早期一定要透过 付委托去到那个 就是在美国下单 这样子 谢谢卡特 然后接下来我们请 XY 你可以开麦发问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 好的 那那个 我跟Lang跟XY 我先帮你们一道 那个观众 那靠靠你可以开麦发问 可以 好 呃 喂 有听到我声音吗 有 可以 但有点摸摸 哦 现在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先生 你好 嗯 就是有 无意间在那个YouTube 就是 在去年3月的时候 开始收 看你的 那些奖 很谢谢 呃 去年一整年以来 就是对我在那个 投资理财上面的 可惜 那 嗯 因为也开始 就是 都有 看 这个一亿元 才讲 这些课程 然后跟 都会尽量来参与这个 轻松 轻松投票 那 有个部份想要请教一下 那个 就是 关于 呃 我现在目前有 投资 0066 跟00757 那 想请一下 就是 关于006 00757 因为 这两个 ETF的属性上 006 006 相比较 公共上 比较小一点 那 00757 只有 所以 TOP的 就是 那 在 配置上面 那个 就是 就假装 就是 能给我一些 建议 我算是一个比较 偏保守一点的 肯定 对我来讲的话 你如果说 00757 00662 你要我建议的话 当然我是 会建议 662 比重要高 因为 它就是指数 那 00757 你看 之前 去年 绩效不好 就是因为有两支 中概股 百度跟 阿里巴巴 绩效不好 可是 这两个 在今年以来 百度阿里巴巴 又每天涨4% 2% 就往上涨 所以也没有说 它好不好 只是它的波动 就是比较大 那它就是 广度不够广 当然 照学理来说 10支股票就已经 20支会接近大盘 10支也差不远了 那当然你会有震荡的问题 比如说 这个两年它绩效100% 那QQ70% 那两年 看过去两年 00757是好的不得了 那你如果只是看去年一年 那就绩效很差 一个是15 一个是27 那绩效就很差 所以00757 它就是 它就不是指数 它是自己的指数 只是10支公司 所以 对于一般人 如果还有这种问题的人 那我是建议 你就应该多偏00662 因为你会有这个问题 代表00757以后 不管表现好 不管表现不好 当然你表现不好的时候 你才来问我说 这样子好不好 所以 你会想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我就说 你应该是 100%投资00662 或者是 就是70%以上 应该要提 0662 因为你跟着指数走 你不会有人comprime 那你这个00757走 上涨的时候 都不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下跌的时候 就有人问这个问题 那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心态 就是一开始 对00757就不是很理解 那你就数值上 你就是 不适合投资00757 而是应该要大量投资00662 当然你现在只是0062 过了几年 00757的绩效 又飙得非常好的时候 你又回来 我是不是应该要 卖掉00662 买到00757 那那时候我就说 那你就各办 00757又开始跌了 又又开始不行了 那你这样子做 就会又变成 跟一般散户 就是最高杀地 又很像 所以大家要理解一件事情 投资 你是见三是三 见三不是三 又见三是三 见三是水 见水是水 最后你要练到 见三就是三 见水就是水 而不是见三是三 见水是水 看00757 绩效不好 就来问说 00662是不是比较好 那当然00757 是不是比较好 那个叫做见三是三 过了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自己在搞什么 也搞不清楚 到底该换不该换 那就见三不是三 那你要来回几次 经过十年之后 你才会发现说 哎呀 其实见三就是三 见水就是水 你要知道 那个是三 那个是水 所以 你会问这个问题的人 我大部分都会跟你讲 那你就大部分都买 00662 你都不会有question 等到你有question的时候 就是00757又长很多 那那个时候 你再来问我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我那时候 会怎么跟你回答 那你要自己 体验过几次之后 你就会发现 什么叫见三不是三 什么叫做见三就是三 好 我的回答 这样子不知道你了解了吗 好 很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霍拉 霍拉你可以开麦发问 好 霍拉 我就是重复昨天一个东西 我没 可能没 没完全理解 就是关于死压的 那个 敌重 那么 我现在假设 假设我在 我在美国一年的一个退休以后 没有收入 那个 生活费 什么房地产税什么什么 全部加在一起 是10万块美金 那么 现在问题就是说 你昨天讲到33倍 我讲33倍的话 33倍就是330万 然后还有10万块是不能花的 就是340万 那么也就是340万是这个 我的那个 那个 Pledge的 就是 还是 就是 就是 我的Credit Line 是340万 还是说我那个 那个 broker account 那个340万 这个昨天我没有搞清楚 对 谢谢 好啦 谢谢你 那昨天我们的conversation 其实蛮好的 我也 蛮欣赏你的 你的回答 你的讲话都很不错 很棒 那 我们谈的是资产 不是谈Pledge之后的 我们之前没有Pledge的人 我们会叫他说 你就用340万 330万 那每年卖3%去过日子 那因为有Pledge的 等于我们就不用卖了 因为卖完3% 还要缴税 那你真正用的只有2% 那可是我们现在借钱了 会更安全 所以我们还是 你就是资产有330万 340万 那你去抵押 就好了 那开始借钱 你现在330万 你每年就可以每个月拿个 8000块出来过日子 一年差不多10万块 这样8000美金 那一年10万块 这样就可以过你的退休日子 可以追加一个问题吗 来 请问 因为我对于那个ETF 有一些自己的 有些对我认为跟我个性不合 就是不是 所以我对于这个全部百分之百 这个QQQ我是 hold不住 也就是我顶不住这个心理上的压力 所以我会那个降仓 那如果我选其他的ETF 那个基本的原则 是不是就是说 第一个当然是我的preference 是说波动会比较小一点 就是抗跌性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收益也是比较少 那么是不是 还有最后一个原则 当然就是要比inflation 要加上利率 加上这个质押的这个利率要高 要高多少呢 要高2个分散 4个分散 5个分散 大概如果我是从历史的 记录去了解的话 你是什么样一个三选标准 谢谢 好 如果他刚刚讲就是说 我们是从回报率回推 这个你可以使用3% 然后他假设你我们是用年化报酬 当初我们没有投资QQQ 投资SPY的时候也可以过关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如果是觉得QQ不是适合你 那你要有一点点的SPY 那也是OK 只是说你刚刚讲的说你顶不住 我想昨天你有谈到你市场下跌心理素质 你没办法hold住嘛 所以市场跌一半你真的是会很难过 那有时候会激动啊就卖掉 有可能 这个就是你顶不住的原因 那你想说我分散风险 可以让我顶得住 其实顶得住顶不住这个跟数值有关啊 可能你以前顶不住 现在投资经验多了多了这个多了这个 十几二十年了应该会比较好了 那你还是很担心你会顶不住的话 那你要怎么配置呢 因为市场下跌QQQ跌七成六成 SPY也会跌五成六成啊 所以你的绩效你一做资产配置完之后 你绩效就会降低 绩效就会降低 你可能不能只准备 你要一百十万块的年开销的话 你可能就不止三百三十万了 你可能只能用两趴 所以你可能要乘以五十啊 那你一百万你要一年乘十万 你就要五百万 而不是准备三百三十万了 所以第一个你开始资产配置之后 你说你能顶得住 至于顶得住顶不住还未必知道 可是你要知道你的准备的退休金就要增加了 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30%是债券 那债券也没保证不跌啊 债券有时候跌下来比那个害羞 那你说那我就准备五年的生活费 五十万放着 那我就说那这样子可以啊 那你就多准备三百三十万QQQ之外 再加五十万那你就变成三百八十万 那这个就变成ROI ROA跟RO 这个ROE的问题 你三百三十万一年可以赚十万 那你回报率ROI就是投资回报率就是十 我看一下十万块除以三百三的话 3% 那你如果十万块除以三百八的话 那就是2.6% 所以你 你变成了只能用2.6%来过日子 而不是 总资产的2% 那你若 一年10%回报率是33万 除以你的资产 你的投资330万 你的ROI是10% 可是你若赚33万 可是你的资产是380万 你的ROE 那你就是8.6% 你的跡下就比较差 你的跡下是8.6% 那你跡下8.6% 乘以0.3 那你就只能用2.5% 所以 你 你要 你用只能用你投资资产的 你的你的RO 你的equity的2.5% 就是差不多10万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 你变成要多准备一点 退休金 后来我这次刚才回答 你为了安全 那就多准备一点退休金 可能你需要多 自己多收藏 我刚刚举个例子 可能多5年的退休金 10万 50万 那你这样就每年有50万在外面 那你 你这样子市场跌 你都不担心 反正不用卖股票 也不用借钱 那你就可以过日子了 那你就可能会安心一点 那你这样就 你有50万现金在外面 你当然就不可能去借钱来过日子了 那你说我买债券波动率会低一点 也未必 你买债券波动率也不见得会低 所以我跟大家讲 本来没有波动的 结果你买的债券 可能波动率会增加 就是很多人不理解的 就是说你可能波动率会增加 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你投资股票一年的话 一年的话上上下下 最高可以有47% 最低会亏是39% 可是你如果债券的话 你也会有8%的亏损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债券不是 而且市场在大跌的时候 债券的也是会跌 那现在像现在市场没什么跌 债券会跌的很多 债券其实你看TLT 债券也跌很多 所以当你的回报率降低的时候 你的退休金就要增加了 我想后来我就跟你这样回答 比较简单回答最原始 就是说你降低 你为了安心 那diversify一下 那你回报率降低 那你降低多少 你看你的ROE变多少 那你就变成只能用那个 乘以三分之一来过日子 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你退休的目的 那你的资金要增加 这是我的回答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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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追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Pledge这个整个模式 在利率到达什么地步 因为我是年纪比较大 经过Volker Volker那一段时间 它那个利率是百分之十几 就是利率到达什么程度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要可能还钱比较好 还是怎么样 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不用啊 不要去还 利率 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是比过去好很多了 所以大家不要一直担心 就好像1929年 1925年一个感冒一个肺炎 就会要你的命了 现在不会 所以大家要记得 就是说不要用过去 或者那种什么18%的利率的那种状况 来想象说 现在会怎么样怎么样 不会 所以利率 我是预估未来的利率 回到正常 比如说2% 3% 就是联邦那个再怎么调 调到2% 已经maxima了 因为 以现在的 金融操作跟这个 经济状况的话 不需要这么高的利率 没有道理 那通膨都是暂时的 通膨都是暂时的 那只是暂时多久的问题 2年3年还是5年 所以人类的产生产力跟人类的效率是越来越好 所以是没有高利息的状况 如果我的回答是 这个利息再怎么高 高到6%我都不会去还的 不会了 到10%我也不会还的 因为我还的话我要卖股票 我还没 还没为了这10%去去缴 缴利息 我已经卖掉 我要缴掉99% 99.9%都要去算税 我为了缴 我为了这个 还这个钱 我那到时候可能签好几千万美金了 我得花卖两千万才能去还这一千万 这个不值得 才为了一两年的高利率 不值得的 我不知道后来你联解我这个重点了吗 非常理解 也就是说这个高利率 一般来讲 就是联储局为了打压这个通膨 它应该不会维持太久 谢谢 是的 你不会因为几天下雨 你就永远穿雨衣了 就不会 好 再来往下 谢谢厚拉 谢谢厚拉 那欧萨克 你可以开买法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杰姆老师 我 向杰姆老师问的问题 就是说 今年好像 至少在美股上 开年好像 运行不是很好 往下跌了蛮多 那么 你是不是会觉得 现在 比方说 是QQQ也是个机会能够进场 或者就像你说的 永远都是 永远都是这个进场的好机会 那么假如进场的话 你会在QQQ和TQQQ当中 假如要调个比例吗 或者是 或者是怎么样的比例 或者是90%QQQQQ 或者是90%QQQQ 或者是90%QQQQ 我就想听听你的见解和想法 谢谢 我是 当然他会在QQQQQQ的 当然他受不了 不是说他不会赚钱 他是会赚钱 问题是 但是人家一个修正 他是一个泡沫 就是说人家跌30% 他是跌60% 70% 那你如果没这个认知的话 那你贸然投资 TQQQQ 还没赚到钱 你又顶不住了 那又卖掉 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投资 TQQQQ了 还有就TQQQQ你会卖 一定要卖 那你在一般应税账户的话 就就要缴税 本来你想要多赚一点的 第一个给自己一些折磨 第二个还要缴完税 那所剩不多 那跟买QQQQQ 其实也没好到哪里 那你说我在退休账户操作 那是可以啦 可是你第一个 不要有超过5% 5%跌光就算了 那你操作 有时候 你要做就是TQ买了 不赚钱不卖 不赚钱不卖 那你做都不操作 一直留着 那你就想有一天会归零 不管你赚太多也会归零 我的回答就是说 OK 那你真的要买 你在退休账户 免税账户 那你买在你的 portfolio 5% 它跌掉光了 你也不会 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的状况 你可以做 没问题 就是我们投资就是要 peaceful 要 要稳定嘛 要peaceful 你的mind要peaceful 我们投资不是找最受 我们是享受投资 所以我投资一分钟就做完了 一年也顶多一分钟就做完了 比如说我们GVTC要卖 那我就一分钟市价卖出 一分钟QQ买进 不用一分钟 三十秒就做完了 所以回答就是说可以做 那5%可以 那买了不要卖 不用缴税 那就TQQQ在一般的账户不能做Pledge 它是零 它没有Pledge 所以大家要知道 所以不要在一般账户 你在退休账户 IRA可以 那你最多买你5% 那会归零 你心里想好的 那这个数值才够 它才顶得住 你才能够赚得到 好不好 谢谢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好 你讲一下 来 TQQ是这样子 假设今天QQ跌了10% 它明天要涨11% 它大概就回去了 TQQQ今天QQ跌了10% 它跌了30% 那30%剩下70% 70% 那明天如果QQQ涨了11% 那它是涨了大概33% 那这个数学你一算就知道了 它有折损了 折损震荡的时候会非常大 那么你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 谢谢 对了 这个就是你长的时候可以跑很远 跌下去的时候要追就需要时间了 因为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你需要时间才追得回来 所以比如说你去年 去年的时候 我看一下 2月10号 去年高点 2月10号 跌下去 去年2月12 这个跌下去之后 QQQ已经就是创新高了 在这个差不多 这个跌了不够多 所以 我看一下 就是说你跌得太深你要追你需要花时间 就是QQQ已经是创新高了之后 你的TQQQQ还在还在亏损当中 所以这个就是TQQQ的问题 所以我看一下 ok那个时候09年的时候TQQQQ还没出来 anyway我想后来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跌下去你要知道跌下去要爬回来 要比人家多的时间了 好 那当然他下跌的那个下跌的那个力道还是比大家想象的高 所以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一开始都会想说没问题我撑得住 可是他一跌下去就开始又怀疑自己这样做对不对 有可能又杀得很低 这个就是投资者见三试三 之后就见三又不是三 要经过来回好几次的震荡 那没关系你只要买下去你认为会归零的数字 那就可以了好不好 谢谢Jim 谢谢Hola 你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刚才听你在说话当中还提到JBTC 你是把JBTC清仓了吗 还是你会尝试它 JBTC我会清仓 谢谢 老师我费费一下那个三倍的 嗯好 请说 就是我觉得一般投资人会以为说三倍的就是跟原生型的结论就是乘以三就叫三倍 这是我遇到比较大的就是大家的疑问一下 可是其实它那个不管就是两倍或是三倍 它其实都是跟前一天的第一期比 今天就是要比昨天多两倍或是多三倍 那如果说今天QQQ不是一直上涨的情况下 它在盘整的情况下 你的TQQQ或是两倍的QQQ都可能往下盘 因为它可能一天涨一天跌就是跟POLA刚刚刚讲的意思是一样 一涨一跌一涨一跌 它就会就是它就会一直静止你的 只要有就是有倍数的就会往下 那个你的静止就会往下掉 然后如果是这个QQQ往下跌的话 它就会掉更多 它只有在你那个QQQ是一段时间 就是走度很就是那个上涨的劲道很长的时候 才有办法达到你想象的那个三倍的效率 那不然的话其实它都会被它的期货给 就是吃掉它的那个获利 对它是在跟前一天比两倍或三倍 那今天跌它就会比两倍 然后可是如果明天涨开为了它追回来 它就会多加了很多期货很不代表 所以其实这个对团整很久的股市 不见得是好的投资公主 对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做TQQQ 你可以如果你真的很会看现实 你可以去找一个比如说起张点 你再去做毛巾做trading这样子 对就是以上就是我的看法 对那个我补充一点 投资很多东西都会赚钱 你投资个股也会赚钱 你投资指数也会赚钱 你投资TQQQ长期上涨趋势的时候 你也会赚钱 赚钱其实不是问题 会不会赚到钱都跟你的心理素质有关 我还是会来谈心理素质 你心理素质准备好了没有 如果好的话 那那个钱你才赚得到 所以大家思考的不是说 这个会不会赚 那个会不会赚 这个赚的比那个多还是比那个少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先想想看 这个会跌的比QQQ大 那你受得了吗 你要先问自己 那你可能就不知道 那你做做看 你受不了了一次两次 那你就知道自己不要再做了 那你若受得了 那你是可以尝到那个果实的 那是没有错 可是每个人的命就不一样 那你的命盘是杨明山的命盘 你也就不要想要登到圣母峰了 那你在圣母峰的命盘的人 你有机会达到圣母峰 当然你也可能摔死 所以大家顺命应命 投资是要快乐 不需要折磨 那我还是这样 这句话给送给大家 好 来 往下 来 谢谢 好 谢谢 然后莉莉 你可以开麦发问 您好 James老师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先前有看到您YouTube 还是Clubhouse有提到说 像是QQQ或者是 同志像苹果啊 这类的股票 是就是说 是看中 就是人类努力的一个结果嘛 然后 但是因为 自从疫情开始啊 其实我觉得好像现在的人 可能就 嗯 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拼命的工作的感觉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呃 就是说 像是我们投资的这些股票 其实上涨的动能就没有那么好 OK 这是你的问题 是吗 哦 对 就是可能表达不好 但是就是我有想到一个问题 很清楚 啊 我觉得人类经过这次挑战 反而表现会更好 你不觉得吗 哦 不知道 你不知道 其实表现的更好 我们很多都变自动化了 很多都不用去上班了 很多都在家里工作 productivity更好的 现在Apple Google Facebook 要找找这些员工回去上班 这些员工都 No 不要了 我不回去上班 你叫我回去上班 我地持诚 人类是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在家里上班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你会发现兼顾的更好 照顾小孩照顾的更好 那愿意更愿意生小孩 那家庭关系会越好 当然一开始磨合的阶段 有些家庭很不幸的可能就会离婚了 那可是经过这段时间之后 大家以后的婚姻可能不是 哦 早九晚五去上班 是大家都会在家里一起相处了 那只有一只一直在家里一直相处的Couple 才会长久 那你如果一直相处没办法做的 那可能就根本不会有结合了 所以我看到的人类 经过这一次的pandemic来说 真的是越来越棒 越来越美好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你看到的跟我看到 好像不太一样 不过我看到的是真的越来越棒 以前 这个人家来修东西 修完我要付账要签支票 现在不用 他就说我送一个email link给你的 你就在上面付就好了 变得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trustable 越来越有 第一个越来越有效率 第二个越来越精准 这是我们的进步 这两三年我们人类真的进步 非常非常的大 这是我给你的回答 所以反而市场会涨得比以前 会更好更快 好了解 谢谢老师 不客气 我们现在大家在家里上班 以前上班早九晚五 上班八小时 现在上班十二小时 在家里反正电脑都在 就一直在上班 当然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可是我没有看到生产力有下降 了解 因为只是之前可能印象中觉得好像就是会遇到塞港问题 基本上就是没有工人 或者是说像现在有一些有做装修的话 其实都会发现就是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来帮忙做这些工作之类的 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整体是人类其实就是可能 越来越不想工作的感觉 我们要谢谢老师 对这个很好 这个就第一个你看到的很多这个塞港 这个都是传统产业 所以你要第一个先想到就是传统产业 家具才会塞港 像Amazon 它的运输能力 它现在是全世界前三大的货运公司 Amazon在美国有八十几架的飞机 它把所有中国的货柜生产全部订完了 你现在要生产货柜 没有了都在生产Amazon的货柜 Amazon的船是中小型船 这个两三千贵的中小型船 它可以经过巴拿马运河直接到纽约东岸 它不需要像一万贵的这些大大大货柜轮 像Walmart Costco 他们用一万贵的货轮 没办法经过巴拿马运河 所以他们会塞在西岸的旧金山港跟长滩 Long Beach 所以对于高科技的公司Amazon 很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他们早就都租了所有的中小型船 能够直接到东岸 它不需要用卡车 它内陆用飞机 所以它一点都没有问题 现在所有Amazon的Vender 所有就是说你在Amazon上架的Vender 都透过它的航运 都可以直接到美国 没有塞港问题 这就是科技 所以你看看美国前十大的科技 跟大家传统产业都碰到的问题 这前十大科技都没有 反而会越好 所以了解为什么我要大家投资高科技 而不要投资传统产业 了解了吗 好谢谢 好的谢谢老师姐 好那Iryna 你可以开麦花 好的好的 你好你好James老师 我今天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先说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昨天您说的那个 就是Living Trout 如果不去做的话 要去做一个什么TODD 那个因为当时我开车 我没有记下来 好麻烦你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查TODD啦 网络 TODD 就是我没有记错 是TODD是吧 TOM TODD 你TODD 他就有很多资讯在里面 你就可以去做 去去City的Record 我看一下 你直接查TODD还会有点问题 我看一下TOD这个加州 这跟加州有关 别的州也有人 也有人这个有这个问题 Transfer on deathD 这个东西 你用TOD加州 就可以有所有的资讯了 OK好 TOD加州 OK TOD加州 就是加州房产 避免认证的方法 对 这个去研究一下就可以 那很简单就是County 填个表 要有Record就可以了 就 OK 好好好 就研究一下 我把有一个Document的连结 贴到上面去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说你房产你不用去做Trust 你就用这个TOD就 TOD就可以做了 那你的银行账户 你就做一个Beneficiary 把自己的 你要给小孩的Beneficiary 或者你的PayL是不用的 你要给小孩的账号 你就写一个小孩子的名字 Social Security 填到那个银行账户 网路都可以填 填完之后你就安心了 好的好的谢谢 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我现在考虑做那个Pledge的话 那我是先 我是比如说我去Charge up 我是把现金先存进去再买QQQ 还是我可以股票直接Transfer过去 好了 你可以股票Transfer 不要卖 股票Transfer 直接汇款 汇股票 汇股票跟汇金 现金一样都汇过去 OK那比如说里边还有别的股票 都可以 这样也可以吗 也可以是一样 都可以你去Charge up 要跟他讲说我要从TD或哪里汇过来 那他叫你填一个表把股票填一填 那边账号填一填 他跟汇款一样他从 从他就会去把你这个股票抓过来了 哦好好好 好像但是你以前讲过是我不知道是说是现金先存进去好 再买股票好啊还是说 嗯 我不知道这两个应该没有区别是吧 有 有有有有区别啦 可是区别不大 除非你的 你要知道你如果是有一百 你你如果是七十一万的话 你如果是七十万的QQQ的话 那你去做Pledge只有七成 那你的你的额度只有四十九万 那四十九万的利息 是比较高 那你如果有五十万以上利息就比较低 那你如果七十一万你都是现金的话 他是用九 九点四还九点六percent 九十四percent来算 那你都现金的话 九十四percent你就有六十六万的额度 那利息就是以五十万以上的额度来算 那他的利息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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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级的话 就是五十万一级 五十万以下的是一个利息 五十万到一百万是一种利息 一百万到两百五十万是一个利息的门槛 所以你如果刚好那那个Boundary 就是说你的资金是七十一万 那你当然是如果能够维持部分的现金的话 那你会会会跳一级 会跳过五十万那一级 你的利息会比较低 所以你自己看看 那你如果如果是有一百万的话 那你都是现金跟都是股票 利息会是一样 都是五十万那一级 那也就不用担心了 就买进去就早一点买进去 就这样子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嗯好 好知道好 谢谢好 谢谢那接下来Jaden Jaden你可以开外面发问 Jaden你好 主持人好 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刚才刚才提到 GPTC清仓 因为前面没听到 想问问我是为什么 因为他追踪 追踪比特币就是差很多 比特币过去一年涨60%吧 那他才涨7% 这个追踪太差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就不需要再 直接只有这个是不好的 我本来是希望他能够跟 比特币比特币差2%或5%以内 那他竟然会差到 绩效会差到这个这么多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就不需要再投资他 因为投资他你想的是对了 可是你的这个回报是错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当这个是 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了 就他的他的他的 他的那个 最终太差了 这太差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 因为你投资再久 也没有回报啊 因为这个就跟我们的目标完全背离了 了解吗 所以 了解 那对于想投资比特币 但又不想自己持币的这些人 有什么建议吗 就是那换成 用什么换成来投资比特币呢 我是认为比特币是不错 可是你如果太过于复杂的操作 也就不用了 那你如果在美国你去好一点的 比特币交易所 比如说这个 Coinbase的话 那可以啊 你就是要把钱汇过去啦 做Coinbase 就是要去做这个事情嘛 那对于台湾本来 其实台湾当初也没办法买GBTC啦 所以台湾的人GBTC的持有比较少 美国是有部分人 当初我们有建议5%的GBTC 那现在就不要了 那至于说你要不要直接去交易所买Bitcoin 我个人是不会啦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钱离开我的账户 所以我也不会去做这个事 了解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那接下请捐素 素你可以开麦发问 许 哦是是是是是轮到我了吗 是的你说 好啊老师早上好 我刚才听为两位朋友都提到 昨天的讨论 我就想问一下 我一直在follow您的那个clubhouse和那个announcement what did I miss 昨天是因为我 闲着没事就看到有个room 那因为有两个朋友 Jimmy跟Mike在那个room里面 那我就想说我进去看看他们还好吗 我就进去看聊什么 那我只是突然之间进去 我很少进去别的room 那有两个好朋友在里面 那我想我就本来想去跟他们打个招呼的 那一进去就就就很多问题就来 大部分都是问在美国嘛 因为大部分都是问pledge的问题 所以这个你 don't miss anything 没有你没有 那我知道了 以前为什么是从各个房间跳来跳去的 听一听 现在好像都不去了 就听老师的这一个 所以我就我想是不是说 今天那个有那个讲座 我看了好几遍觉得都应该是今天晚上 我就有点confused 谢谢老师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 美西时间六点半 我们有第一堂课 投资人生 我们现在所有课程都open to public 所以欢迎大家 你follow我的bio 那里面有 每个月的第二周跟第四周 会有我们的上课的内容 上课 我们会教很多东西 那大家来一起学习 那全年的课程我们都open了 所以你都不用 就每个人都可以来参加 你可以介绍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来听听好不好 今天晚上 每次六点半 那台湾就是每天早上 礼拜天早上十点半 OK 好 谢谢老师 我是以为我把那尔砍错了 没有没有没有 You don't miss anything 好 再见 OK 谢谢 那那个 Chin 你可以开买巴文 这样子老师晚上好 那个就是 我在大陆嘛 就是那个513100 他这个在1月14号要拆分了 他现在是5块多人民币吧 他有发一个公告 马上要split 他这个 就是这个NASDAQ100 我想看看您对这个东西怎么看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在这个大陆去买那个花旗银行 或者汇丰银行里面 他代科境外理财的 贝莱德或那个富兰克林的那个科技基金 这个您推荐吗 就这两个问题 股票拆分对投资者一点影响都没有 所以你就不要管他了 他拆分就拆分 我觉得5块人民币还要拆分 这是蛮奇怪的 因为5块已经够低了 还在拆分2块半 他就不是那个 拆分对我们来讲没影响 第二件事情就是 那个贝莱德 这些投资理财商品 这个主动基金 我今天刚开 刚开始开场白 我就跟大家讲 不要投资被动型的 以前我们会介绍台湾朋友 投资被动型 是因为 没有主动型的 00757 0066 那现在已经有了 所以被动型 主动型基金 我都建议大家赎回 赎回 不要再跟主动型基金扯上关系的 连美国的ARKK 我都建议大家就离开了 离开就买QQQQQQM 所以不要去投资 这些投资理财商品的 这些主动型基金 不用 513100 还有很多 中国还有很多 ETF 都跟QQQ连动的 而且最终的还不错 所以你就不需要去做 其他的变更 不用 好 收到 谢谢咱们的老师 对 Moderator有其他的回馈吗 或是有什么要说的吗 老师我想问一下 今天晚上的课是有 那个是在Zoom上吗 Room 对 Cloud House没有 Room 那你点我的头像 我就上面有 ID跟Passcode 大家 每个人都可以进来 没问题 好 谢谢 如果我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人 我可以再加一个问题 等一下大家问完 可以 来 好了 来 那个 当然年纪比较大 会考虑一些问题 比较深远 就是当 假设我们就 大抱的 这个 Fletch Line 我们就致死不还 那么 现在问题 问题还是我们有一天 有一天会走吧 那我们现在是这个Joint Account Joint Account的话 假设就是一天 那一天 这个我跟我太太都走了 那这个Joint Account 是在我们走以前 假设我们知道 我们大概快走了 那我们要处理一下 还是就说 在遗嘱里面 让小孩去处理 然后怎么样处理 这个后面的债务 这些东西 还是他们可以直接继承 这个Blockage Account 谢谢 好 第一个 你考虑到遗产的时候 你这个Pleasure Account 你要做Trust 因为Pleasure Account 不能有Beneficiary 所以你的Pleasure Account 你要去做Trust 你如果 现在没做没关系啦 你们夫妻两个 只要有一个人 走离开了 另外的一个人 控制这个账户的时候 就去做Trust 把这个账户的 这个Pleasure的 这个Blockage Account 跟Pleasure SS9的Check-in Account 两个都放到Trust里面 改到Trust 那这样子才不会做遗产的Probation 那这个两个账户 一个就是欠钱的Check-in Account 跟一个资产的Blockage Account 都可以直接转给小孩 小孩就继续用 好的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过去以后 他们只要有这一份文件 这一个Trust文件的话 他们可以去Blockage Account 把那个Title改过去 是吧 是的 那改过去之后 他们就欠钱也不用还 那就 就 就 就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债务一代传一代 是 这是美国人一直在用的 我们亚洲人都不懂 连借钱都不懂的 何况是一代要传一代 他都不用还 所以 还了就很糟糕嘛 还了你资产就少掉了 那就马都不见了 鸡都飞了 这样就不好 好 可以提问吗 等 moderator好了 好不好 不好意思 那现在因为亚洲时间比较晚了 已经11点44分 那我们就不开放 就是 再拉人上来 然后我们就把上面的朋友问题问完 然后我们今天就 就是 假课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请 Tom Tom 先开麦发问 谢谢 是 谢谢Kate 那Jim小时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我的 我是有mark to market 然后有 qualify for trader tax status 那我现在是 的确是想要开始采用这种长期投资的方法 然后采用pledge 那可是mark to market IRS的角度来看就是说 因为它不是 它是survey你所有的 证据账号 甚至包括Roth IRA 那我目前调查的差别 好像就是说 长期持有的股票 即使没有买卖 那它因为你已经mark to market 然后satisfied for trader tax status 它会把你当年年底 未实现的获利也直接课税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的确是这个疑虑是存在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等于是没办法 就是说除了长期投资之外 我自己 等于是我自己的 频繁的交易也要停止 谢谢 因为很多人就是想去做trader trader的话 你就有很多赚的钱 你想说赚的钱 可以去用其他的expense 把它抵掉 你的目的是不是这样子 当初做trader 的确是 因为你只是普通的话 那你trader很频繁 像比如说像去年的Tesla 大家很多人进出 我也是 然后前年我用VIX 也进出很多 那这个会产生很多wash sales 那wash sales一产生的话 它Rs承认你抵掉3000块 那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划不来 那如果active trader的话 至少它会把你当成一个business 那business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很多的税务的优惠 对 是没错啦 可是就是说第一个你trader 第一个要胜过指数 长期持有你trader才有意义 还有trader要注意就是说 当然你可以抵掉税 抵完税之后 你还要胜过指数 你的trader的动作才有意义 那假设你是真的有这样超过的话 那你就可能就不要考虑什么pledge 反正你自己操作可以赚很多钱 当然就OK 可是你trader这个东西 好像就trigger了AMT这种 就是说AMT的税 就是说你的income超过你的 你regular的income的tax 跟AMT的tax AMT会多 所以你就会去缴AMT的税 变成说有些还没realize的都要去算税 这个其实就划不来了 所以对于trader来说应该是很少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mutual fund 他的年底就一堆capital game 叫一般投资者去缴税 anyway我想你自己要决定一下 所以我是建议你会发现你这么辛苦的工作 其实自己赚到的没有 有跟长值比起来 是不是有比较好 自己要去衡量一下 那如果有比较好 很难每年 比如说我们过去10年QQ涨12倍 那你做trader as your trader 你如果没涨24倍 因为你缴完税 我说你不要缴一半的税 缴三分之一的税 人家涨12倍 你可能要涨个15倍 或18倍 你才跟我一样而已 你又不能做pledge 所以要思考一下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获利状况 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QQQ 那你缴完税之后 忙了一阵子之后 那你的绩效跟我们QQ买的都不动 是胜出呢 还是没有 还要再把这个pledge再算进去的话 我们是一毛钱都不用缴 那你忙了那么多 要缴很多税 值得吗 这个要思考一下 这是你的大方向要先决定了 所以我想Tom 我跟你的建议是这样 你跟比较一下 我懂我懂 比较一下 对对就是过去就是 你光是税的部分就立刻就矮了一截了 是 即使是打平了 那只要每年都打平也很难 是 那主要就是说 所以现在真的就是 只能选择one or the other 因为我之前的疑虑是 的确是存在的吗 是 你如果只要是 你是已经选择了一个 status 你就没有办法长期持有 你就要被tax 长期持有的部分 那那老师这种pledge的这种 approach就等于是无效了 对吧 我没有办法 你如果不操作 他就会把你的trader的那个 拿掉了 你都都说我是长值 那报税一报 他说you are not a trader 一年就把你kick out 是 对 那你就一定是不是trader 你long term就不会是trader 因为你账户 他也看三分之一 或一半都是long term 那他就you are not a trader 他还是会看的 他每年会view你的trading status 他的trader status 他不是看 哦对 就是说假说你三分之二的asset 都在long term 三分之一 或者只是一个小部分 是 他还是会看你总交易的量 比如说你一年超过720个交易 是 那立刻就satisfied 然后每天有秩序的 对对对 你每天要上班 是啊 那就不叫投资了 有交代 有交代 有交过 对 好 那我先下去 谢谢 谢谢你 然后来 可以问个 Quick question吗 那你等一下好吗 那我们先等 Jenny 开买反问好不好 等我一下 好的 谢谢Kate James老师好 大家好 Jim老师我就想再问一下关于那个trust的 你说昨天下午也听见你说今天说的那个就是房子没有beneficiary 去county填一个document叫tod那个东西就没有问题了 是不是说就是说像银行账号啊什么的都有beneficiary有没有trust就无所谓呢 是的 所以假设你的账户都很简单你就有一个blockage account那也没做pledge那你有一个银行账户 你所有的账户都可以填beneficiary的没有问题 你知道银行账户填完了那你的房子也都todd都做完了 你都不用做trust的都做OKOKOK像我这种很简单的有没有trust就无所谓了OKOK我还想去做呢一直拖着没做不用你先把这个先做完吧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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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James老师不客气 好的Ozak你可以开买发问 好谢谢James听上去你对那个美国的这个券商也很熟悉那么你会推荐那个用不同的券商吗把那个资金分开来一些 因为这个券商的话它应该没有FDIC那个保险假如有那个hack啊什么 那么的话会会产生影响你是会产生影响吗你是会建议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的放在一个券商还是放在不同的券商谢谢 你放在一个券商就好了你如果去网路上查一个叫做account account insurance account insurance 那你会找到 Trustra里面就是有写 它除了有SPIC的asset protection之外 它跟你讲 它有什么SPIC的protection之外 它protection它输入这个London London的一个insurance 它增加了就是include cash of up to 就是你的London insurance 它有150个million 150个million 所以你看这个security and cash up to 600个million 600个million 有600个million的insurance 所以除了SPIC之外 所以它有加保 它有外加 所以除非你超过600个million 以上maybe再去看看你自己要去买保险呢 还是再分两个账户吧 600个million 应该对很多人都够用 谢谢 不用担心这个 因为Trustra 很多银行 blockage account都有债保了 债保 所以都应该是好几百个million 以上的债保 OK 请说 来 不知不觉 那个有好几个月过去了 到了那个Clubhouse 认识James老师 和这个James老师的这个投资 快乐投资理财基督播 在这里面 我们真的是收获满 也算是2021年 一个最大的一个gift吧 在人生当中 特别是投资理财这一块 那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呢 也一直在印证 那个老师说的 这个买QQQ 就是有钱就买 那个打死不卖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投资理念 实际上那个James老师 是给我们的一个财富密码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享受到 这个财富密码 给带给我们的 这个丰厚的回报呢 我们在投资当中 往往最忌讳 其实人的这个恐惧啊 是投资当中的一个最大的 一个人性的弱点 所以呢 我们在投资当中 要克服这种恐惧 那你看现在这个市场 那么大跌 那个都是各个 Clubhouse 那都是非常的 有很多人呢 那也是有些心态很好的 当然不说了 就是我们看着 丈夫缩水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的恐慌 是吧 所以说如果是用的 James老师这个投资理念 我们就是买到那个QQQ 我们很放心 我们这样很喜悦 然后James老师的 这个Club 这个ROM 每个周六上 都是 大家都是很兴奋 很高兴 然后很愉快 在这里轻松的聊投资 这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的一个 真的是一个上帝 给我们的一个gift 那是James老师呢 真的是把这种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这种理念 给我们 那过去的一年呢 我也在这个Clubhouse 和James老师的 这个投资理念 产生了这样的 同频共振 非常高兴 所以呢我也希望那个2022年 跟James老师这个Clubhouse 一起进那个快乐的一起 在财富境内的这个路上 一起和大家一起同行 谢谢James老师 谢谢Sunny 大家记得 投资的路上 外面的 妖魔鬼怪啦 还有恐怖的言论 恐怖片是永远不断的 那市场下跌 你不要担心 你应该去想 那个市场没有跌 市场哪有跌 市场从2017年的 QQ125 涨上来的 市场没有跌 市场从2018年的 160块涨上来的 市场没有跌 市场从2019年的 200块涨上来的 市场没有跌 市场从 2020年的 200块涨上来的 市场没有跌 市场从 2020年的 市场从2021年的 200块涨上来的 市场从2021年的 我都没看到市场有下跌 所以你看看那些 短线操作者 会下的这么 焚灰 破散的 就是因为他们只看市场 从高点下来那一段 他们都没有享受到市场 从底部涨上来这一段 他们的人生是震荡的了 所以这个是不好 特斯拉从1200跌到现在 1030块 他们对于短线操作者 只看到120跌到 1030块 就下到 手脚发能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从90块80块涨上来的特斯拉 我从来没有想到特斯拉有跌 SQ跌了很多腰斩了 可是我看到的是特斯拉都在涨 就是从2030块涨到150 那你说因为你买那么低 当然没问题 其实我们也经历过 从100块跌到36块的 我们也跌过 不是没跌过 所以我们心里都是看到的 就是股票永远上涨 我没有看到股票下跌的 那你干嘛 是的 股票下跌是短暂的 那作为我们长线投资来说 这是一个小小的波浪而已 这个也是我在 杰姆斯老师这里学到的一个功课 不要看它一天两天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下跌 因为我们是长持嘛 我们就是一直拿着嘛 所以说那向上的其实肯定是在的 对所以大家下跌是短暂的啦 上涨是永恒的啦 那我们人当然是要追求永恒的事啊 对不对 永恒的真理嘛 短暂的事情的妖魔鬼怪 你应该要避免要远离 懂了吗 好我想非常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moderator想要分享的 那不然我们就交回给Kat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那晚上ROOM的课程大家再见 那Kat给你 好谢谢老师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我们就很感谢大家 然后发问了很多问题 很多新的知识 那今天就是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希望我们2020年都有很丰收的 就是很丰沛的收获 那如果说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先下课 那记得晚上六点半 海西时间六点半 然后今天早上台湾的时间 十点半的那个课程 好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堂课 那欢迎大家有个人参加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了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 谢谢再见 那我们今天就先下课了 谢谢大家